選擇都是以對方 作為自己生命中的 一個核心的藥物 我們會配合的時間 一起去旅行 一起去從事 共同做很多的事情 我覺得這也是一般夫婦 很難會做到的 不要說不面對它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如實地面對 然後呢 面對到了一段時間之後 最終你會發現說 這個事情它是過去了 然後你也會重新喜悅